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埃及神庙到西北考察 战火也无法阻挡他探索的脚步 他的研究让世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远远流长 夏先生通过洋蛙汪的股脏终结了洋少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他严谨求真 誓书如命 为中国考古鞠躬尽瘁 不管你是什么 你给他写信请教 有信必答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了夏奈先生次子夏正凯 南方科技大学讲习教授唐继根 带您走进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时代 第二集 夏奈 尤其是 很简单 为纪归相同传道 今天节目依然是我们推出的 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 叫做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时代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 这位考古学家 他的名字叫夏奈 这个字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认识 夏奈是谁 对于中国考古学 它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它 提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就不能不谈夏奈先生 他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 对于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掌舵者 他的一生还要从上个世纪初的 风云变幻说起 1910年夏奈出生于浙江温州 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 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古老与新潮 传统与新知 都在大时代的红领下交织并存 1930年 20岁的夏奈求学北上 专业先后赤社会学和中国近代史 似乎是命中注定 留学时 他意外获得了考古学专业的名誉 二战硝烟中 他在英国埃及辗转情学 系统学习了考古学思想和田野发掘方法 回国后 他投身西南西北考察 用所学终结了养韶文化西来书 新中国成立后 他主持国家考古机构三十多年 从无到有 搭建起了中国考古学的框架 制定了准则 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 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宾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掌声送给他们 夏政凯老师 是夏奈先生的公子 以前是做环境考古 灾难考古的 那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考古公开课的老朋友了 而且曾经在殷须考古队当了二十多年的队长 这就是我们的唐吉根老师 欢迎唐老师 两位老师旁边都有一个白板 我先出一个任务 认真思考一下 用三个词 来写出夏奈先生在您心中是什么样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解读夏奈先生 或者说我们试图走进夏奈先生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就是作为一个父亲 一名学者 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先来看看夏老师写的 您跟我来念一下 读万卷书 走或者就行吧 行万里路 遇千万人奉献一生 黄教授呢 中国考古学的塑造者 然后我禁不住又写了两个词 严谨博学 这是一个学人在您心中留下的 好 谢谢 那其实我们今天走进夏奈先生 讲起他的故事和往事 也就从这几句话开始吧 您记忆当中的这个父亲 读书的故事是什么样呢 他那个读书的心 那个时间抓得是非常紧的 您跟我们形容一下 每天下班回来 车上 在我家大概十分钟 我都考虑到我家十分钟 拿本书一直看到书 车上读 车上读书 出差 就上火车 第一个事就是 砍书 反正书是必带的 我讲个小故事 我们有时候我妈不在家 我们两个人 父子二人在家待着 中午就得吃饭吧 走 带着我去吃饭 一个老板在一个小饭店 就一个老板 一人四两炒饼啊 炒饼 炒饼 有时候要个汤 有时候汤都不要 两个人就等他炒 等他炒的时候 人家还是一本书 我就等着饭 他就看书 饭上来了书与何 吃完饭以后 我要吃完了就走了 没吃完接着看书 就是说我妈就讲过说 书是他的命 用一个笑话来说 要不是邻居提醒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儿子 有没有统计过夏先生一共读了多少书 有人说大概得有个十几千本吧 因为按照他的比例 按他这个算下来号差不多 一个月吧我估计可能得十本吧 他看书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说从头到尾看 第一个开始看到末尾 他不像我们现在用什么看什么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他这个看书跟记忆是相结合的 可是说看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 在哪本书上 你要说需要什么的跟他讲 他就告诉你 哪本书你去看去吧 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活电脑跟目录 所以我想我们要讲起夏先生 如何读万卷书 如何行万里路 他又是如何塑造了 现代中国考古学呢 我们接下来就请唐教授 为我们细细到来 来 掌声有请 夏先生是1910年出生于温州 那么20岁的时候 开始进入到北京求学 先是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 后来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35年的时候呢 他在几位前辈的建议下 到了安阳英虚 参加了英虚的考古发掘 那个时候他负责的是 丸林区的这个祭祀坑 后来又调整到 发掘丸林区的一个大坑 这个坑里其实埋葬了 几若干辆商船的马车 那么这个考古的实习活动 为夏先生从事田野考古学 打下了基础 那么后来夏娜先生 进入到英国律学以后 他先是在英国的伦敦大学 他在那个地方公读考古学 那个时候的英国啊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 叫莫特曼·威勒 那么他呢 在英国考古学 具有极高的威望 那么夏先生呢 就参加过由惠勒教授 所领导的梅登堡的发掘 惠勒教授他很严厉 这两回相当于 因为到英国才第二年 他穿着西装去工地去了 就被惠勒教授训斥了 说你穿着西装来干什么 你换装再回来 是吧 这是当时一个故事 就让他换衣服的建议 就给夏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这个对他是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呢 惠勒教授强调 我们考古研究的 不仅仅是古代的遗物 其实根本上是要研究 古代的人 那么这个理念 我想也是影响了夏奈先生 也影响了夏奈先生作为主要学者 所塑造的中国考古学 那么在梅登堡实习之后 夏奈先生就来到了埃及 因为他选择了埃及学 作为自己的考古研究学习的方向 那么到了埃及以后 夏奈先生在卢克索附近的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夏奈先生学到了 怎么样布方 怎么样发掘 怎么样书籍遗物 包括怎么样组织管理 那么这些东西都给他 后来塑造中国考古学 定制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因为塑造中国考古学 不仅仅要去发掘 其实还要组织 要管理 当然还要技术 因为夏奈先生在欧洲 有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给他后来 把西方田野考古学 带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后来呢 夏奈先生就以埃及的材料为基础 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是埃及创作的考古价值 那个时候 夏奈先生面对的珠子 是杂乐无章的 埃及的珠子很漂亮 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但是怎么样整理 你想一头拉麻嘛 就连英国的教授都说 埃及的珠子 是研究埃及学的一个关键 那么这些珠子整理不好 那么埃及考古学 就损失了一大块的 这个资料之声和学术之声 怎么整理呢 第一步先把方法论整理好 前一程做过什么研究 把它搞清楚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把各种珠子的加工方法梳理出来 观察不同的加工方法 得到一些规律 然后再做分类 在分类的基础上再做分期 那么他学生会过以后 这些方法论 包括分类学 其实在塑造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上 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夏奈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埃及学博士的学者 所以他是中国埃及学之父 我的讲述就到这里 非常精彩 夏奈先生的博士论文到今天为止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不久之前有英文版 甚至有阿拉伯语版的 还有最新的出版 你看这是他的博士论文 他用手画了好的图 他自己画的 珠子他自己画的 手画的 手画的 然后好的珠子呢 它上面有那个一条一条的条带 现在叫长丝马倒 后来夏先生就把这个成果 直接用到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对 比方说近年时代上出头的那个小珠子 夏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去选择到埃及 去学埃及学呢 这个当时出国吧 美国有个考古的名额 有个历史的名额 两个名额 当时有一个人 他的朋友 说 你也要考考古啊 我就没戏了 说你不要考考古了 你就考律史吧 就这样动员他 他就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个人了 你记他们这也像英国吧 英国去了 去了以后 看那几个英国的老师吧 讲中国的考古学的东西 他觉得他这个还不如 国内就把人抢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他对老律说 也要学埃及学 埃及学呢 说实在这个地方很难 因为对文字就不行 跟我们家国文一样 但是他当时有一个法国人吧 把这个埃及文给解疑了 伤不良 对 他最后给他创造这个条件 说这可以学 但也很费劲了 刚才讲的田野考古 埃及这块的英国人那做 做得非常漂亮 所以他就说 你要想搞中国搞考古学 可以从埃及那学 所以我要想把中国考古学 搞起来 我可以带着这个东西回国 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愿望 初衷 对 就是初衷 就要把这个埃及这东西 拿回去 来带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他这个想法 做埃及工作的时候吧 实际上呢 我觉得他是对 类型学的一个思考 怎么搞类型学 他提出了 你不管看他的形质 就什么形态 还有看他的原料 看他的家务方法 他写过一封信啊 里面就表示这个意思 就是说 中国考古学如果要发展 可以像埃及学 如果把埃及考古学学会了 中国考古学可以 在这个基础之上成长 在读书和智学上面 其实夏奈先生在早年 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非凡的才能 清华大学当时人才辈出 夏奈先生就是其中的乔主 其实跟夏奈先生 同系的同学们 也都是鼎鼎大名 你们能说出来几个人吗 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吴涵知道吧 季献林知道吗 全球书 他们都是基本同班的 或者上三年级的 一个系的同学 其实这几个人我都见过 全见过 但是我见他们的 不是说要去进学书讨论 因为我当时是业余的任务 就是说送个信 空气园 空气园 我父亲那时候 先给找季献林 就拿上破纸 就写个条 然后拿个破纸缝 翻过来一天 写着季献林 你这回校给带过去 往那儿骑车子 去到学校 去到季献林他们家 把信交给季献林 季献林 我这父亲给你的信 老先生挺客气 我那时候提了个傻问题 我说季献林 你搞的发文有啥意思 他怎么回答呢 季献林没理我 就是这些人的关系 都是相当的密切 前桌书吧 就住在我们的楼上楼下的 都很近了 我们来看一看夏奈先生 在那时候写下的日记 1931年 21岁 这是1931年的1月5日 月书 这天呢 读生物学第十六十七二章 一总也只有110余页 近来看英文书 平均速率 大概每天100页左右 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看 咱们这个阅读啊 一天读了十六十七章 110多页 然后英文书呢 大概每天100页左右 但是他觉得自己 速率还是太低 可是一时不能骤然提高 只好一步一步 耐着心向前走去 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 宁可独慢而领会 每一句每一字的意义 再看下一页 他读书这个跨度很大 31年的4月20号 这天是周一 这天读的是 当代社会学学说 第四章 生物学派中之 社会有机体论 这是社会人类学的 一个派别 然后星期三呢 要考经济学 课外读书暂停 他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考试这种事真是无聊 同意的鼓掌 所以看来夏先生也是 我们的知音啊 喜欢读书不喜欢考试啊 我说话就是自由主义者 所以他读的都是 你看他当代社会学 这很难读的书 但是他读的非常的有趣 接下来是32年1月1日 哇 今年的计划 大家看啊 他给自己定的这个 1932年的读书计划是 预备要读50部 以上100部以下 法文要至少认识 2000个以上的生字 暑假回家时 买好一本字典 希望年终时 能够翻字典 读浅进的法文书 要一年要把法文课 功课下来 哇 这个真的是 太了不起了 大家现在读书什么状态 跟我分享一下 来 效率会比较低 不像夏奈先生这么 而且夏奈先生 感觉他的目标也很明确 英文书读吗 不怎么读 跟自己研究 不太相关的一些外文书籍 可能就会读得比较少一点 那位男同学 您的感受呢 我认为我们现在读的书 是功利性比较重 可能是为了应付课业 然后去读的 像夏奈先生这种能够去 深肯这种特别枯燥 或者说特别艰涩的这种书的话 我还是非常的敬佩的 敬佩 这就是绝对是大神级的 夏奈先生写了这个日记 1930年开始写日记 那年是20岁 然后一直到1985年 写了55年日记 每天笔更不错 所以夏奈先生日记 也是我们了解他 研究他 包括研究他的考古学思想 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籍 真了不起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的 来 老师们好 我很佩服夏奈先生的 这个读书的习惯 但是我想的是 就是像田野考古的话 应该是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工地上 那这个时候 像夏先生 他还有时间去读书吗 谢谢 就田野调查的时候 那么忙怎么读书呢 这一点真是我觉得 夏先生就是特别厉害的地方 我自己常见做田野考古 发觉说 我发觉完了以后我很累 回来以后根本就不想看书了 夏奈先生看书一定是几十件 他真的调查说 其实骆驼怎么看书 没法看 当年在那个灰线发掘的时候 那有的人就是 把报一本书 再被人看书去了 夏先生就说 你这个时候不能看书 为什么 你不能看书 你还是应该盯着考古工地 其实读地书也是读书 你想想 就你得看清楚 这个发觉现场有不有问题 你地层画错了 年代就搞错了 东西就搞混了 那倒行 所以他夏先生读这么多书 我真的非常敬佩 他后来这么多行政工作 你想想 后来主持考古所 多少行政工作 他还读书 五十年代 曾经请过两个埃及学家 来中国讲课 讲课的过程当中 然后这个爱情学家 讲着讲着 有些事就搞不清了 夏先生在这 本来是介绍主持 偶尔翻译一下 最后是夏先生 自己去跟他解围 说这个事 当年是这么回事 你不读很多的书 你怎么会知道呢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但是有一点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误解 说夏先生就是书斋里边的学者 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你看这个日记里怎么写的 1933年1月23日星期一 夏先生写什么呢 他说 我时常自己思索 觉得自己似乎太与社会隔离 只有人家敷衍我 如果要我来敷衍别人 便觉得是莫大的苦痛 就是说明夏先生 是一个不太会社交的人 你看后面他写什么 他说 今天开始写论文了 制定好了大纲加以修正 写了一百字就放下了 预备明天继续 对于这毕业论文 也许是因为太官样文章吧 总懒得动笔 一天拥言一天 到今日才下决心开始 大家现在写论文 有这种感受吗 我看他都点头 夏先生性格是个什么样 让您来形容 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现代语言什么 爱型什么异性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谁给我解释一下爱人 爱型和异性 来来来 我都弄不明白 我是什么人 就是爱人的话 就我觉得夏先生 应该是比较爱的人 爱人是什么样 但是属于就是可能不太擅长 或者是不太喜欢 就是这种交际活动 那艺人呢 艺人就是比较 我们所说的就比较外向活泼 夏老师您够时尚呢 这词 现学 现学的 您可说说他分析的对吗 夏先生是属于哪种人 我觉得人是多元的 他既是爱型的又是异性的 当他跟不熟悉的人的时候 或者是比较陌生的人 他属于爱型的 是内向的 所以所里好多的年轻人 都有点怕他 躲着他走 对朋友 那是异性的 开放的 当他跟他这些老朋友 比如说培文中啊 他讲的不会忘记书他们 他这边都是很公开 他说说笑笑 讲得很热烈 很热闹 唯语志同道合者 1941年 夏代先生回国 那个时候呢 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据说呢夏先生回国的时候 随身带了接近400多本书 路上整整走了 85天才回到国内 那么回来之后 他去开创建立 现代中国考古学 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 还是首先请唐老师 来为我们精彩讲述 唐老师有请 1941年 夏代先生经过长途跋涉 回到了国内 那么他先是参加了 中央博物院处备处 后来呢又到了这个李庄 在四川跟着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做工作 那个时候他读了大的西南相关的一些著作 那么因为夏代是个南德的人才 那个时候考古的力量很薄弱 那么傅斯年先生呢 就决定组建一个叫西北科学考察堂 在四十年代之前 比方说这个安特生 斯文赫定这些老外 都在西北做过考古工作 在国际上很有影响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组织一支 自己的队伍 去做西北科学考察 从考古角度 实地 看他 获得新资料 那么这就是一次 跟全球对话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考察活动呢 是由向达做组长 主要的力量就是向达先生 还有这个向达的学生 严文如先生 从四桑 四四四五 做了多年的工作了 分好多次 那么其实收获非常大 其中包括向达先生 他对东方的考察 对囊珠的考察等等等等 那么这里头也 他们曾经清理过一些 唐代的墓葬 比方说在江苏五威 他清理了慕容家族的墓葬 但是呢 我们经常要讲到的一个故事 也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 必须说到的故事 就是向达先生 在1945年 改定奇迦文化 与养少文化的年代 1921年 安太生曾经发展过 中国河南的养少村 那么他提出概念养少文化 对吧 那么随后呢 他在西北考察的时候 他不断地发现带彩桃的桃片 逐渐逐渐 他就形成了一个彩桃文化的序列 分了六个七 1923年 根据养少村的考古发现 安太生提出了养少文化西来书 为了寻找证据 他一路西行 在甘肃齐家平发现了齐家文化 齐家平移植出土的 多是没有花纹的素桃 其中双大耳罐 与古希腊瓶子的造型非常相似 安太生便认为 彩桃不发达的甘肃齐家文化 年代早于文士精美的 河南养少文化 而齐家文化 则由更西更早的 国外彩桃文化传入 这种假说的关键就在于 安太生认为 齐家文化的年代 早于养少文化 那么在他的分析体系之后 齐家文化 是早于养少文化的 那么安太生大概是 1923年提出来的 提出来以后 大家都心以为真 等到1945年夏先生 在西北做科学考察的时候 夏先生通过 通过一个叫杨娃汪的地点的 一座墓葬 居然改定了 在国际上流行多年的 一个错误结论 为什么夏先生能改 那是因为夏娜先生 在杨娃汪的一座 齐家文化的墓葬里头 在田土之中 发现了养少的桃片 其实这个道理 今天看起来很简单 墓葬田土里的桃片 是这个挖墓人把早期的地层 挖出来 然后又填回去 那么说明挖墓人的 挖墓的这个世界 是枉于这个桃片的世界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考古学的一个常识 但是那个年代 由于大家没有找到 这么一个证据 都一直以为 安太生的六七说 齐家早于养少是对的 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你看 墓葬底下那个罐子 包括上面那个 戴这个双耳的罐子 那就是齐家罐子 就齐家文化的罐子 那么中间那个桃片 就是养少桃片 那么在墓葬的田土里 发现了养少桃片 那就证明墓葬的年代 是比养少要晚的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结论 因为它终结了 齐家早于养少的说法 同时终结了养少文化 西来说的观点 因为齐家更靠西 养少在河南 齐家在钢素 现在年代调过来 那么就是齐家网于养少 这是夏蕾先生 在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中的 一个最著名的故事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已经载入了中国考古学史 除了他自己的 这个突出的学术贡献点之外 他还有很多试剂 虽然夏蕾先生是第一次独立地 主持一个考古工作 但是呢 他把他当年学到的一些考古方法 在里头尽情地应用 比方说格子法 当年夏蕾先生参加的 应许发掘 那个时候应许是探钩法 那么夏蕾先生在英国学习的 叫格子法 就是10公尺10公尺一个格子 今天我们考古用的还是这个方法 那么夏蕾先生在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当中 他用的发掘方法就是格子法 那么在此之外呢 夏蕾先生还把田野考古发现 跟文献结合起来 比方说在五五一发现的 叫唐代木路师的墓葬 这个研究里头 他直接把墓质的资料 和文献资料做了结合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夏蕾先生 在做田野考古的时候 一些具体的习惯 比方说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先要拜访当地的年长的长者 要拜访当地的文化人 要阅读当地的有关的文献 这些习惯 其实我们受教育的时候 也都用到了 还有这个发掘过程当中 如何发掘 如何记录 如何收集标本 使标本不受损坏 等等这些 都带到了中国考古学来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引起到我们今天 就是考古的不能够输散文物 它完全品弃了很多人的 这个寻宝的思想 发掘不是寻宝 而是发掘科学的地层 发掘各种的考古标本 和考古资料 夏蕾先生用得很娴熟 其实也为后来 树立了一个榜样 好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唐老师 其实唐老师刚才 讲得很克制了 因为他讲到了一个词 就是叫 养韶文化系来说 给予了否定 更大范围内 讲到中华文明系来说 所以夏先生他们这次的 西北考察团 彻底推翻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 因为对 涉及到对于中国 史前历史的一个客观的评价 这个西北考察团这些路线 我后来都去过 主要是三条线 一个就是说呢 就是绿洲这条线上的那些 这个汉代的墩和城 这是一个桌和南墓墓墓 第二个呢 就是齐南山北坡 墩黄墓 就是这条线了 包括很多的 唐代的这个墓葬 很多 第三个呢 就是灵陶 就是陶和流域的新石器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 但是大家想想 在那个年代啊 可不是像我们今天 网红打卡 出去旅游那么简单 条件非常艰苦啊 我们去的时候都有车的 但是尽管窗外的 全是荒漠 沙漠 隔壁 草都很少 树根不见得多 中午吃饭就在躲在那个树底 躲在车底下吃饭 你可想是当时是什么情况 骑着毛链 骑着马 骆驼嘛说贵 不顾骆驼 带干粮 我自己带干粮 所以这点上我很佩服我父亲 刚说英国回来不久 英国吃的什么呀 面包 牛奶 咖啡 对吧 你回来以后 到大西北你吃什么呀 囊 囊 囊吃就不错了 所以就是这个西北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还是相当落后的 但是夏先生当时还有 还给自己做了一首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校长 这首诗啊 真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一个写照 睡眠吧 对 破庙齐声或者是找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 就是这种生活啊 就是这种生活 就是这种生活 而且自己带被子 咱们这样 咱们看看夏先生的日记里边 是怎么写的 这是第一首的真实的描述 这是1944年5月16日 星期三 这个他说上午六时几起 后车到十点钟 等了四个小时 然后由安西启程 出西门向西南行 公路沿着山脚走戈壁滩 到了瓜州 又有一家妖店 店中客房两间马槽数个 院子里洒满了牛马的粪 店中只给开水 烧火用的这个牛粪啊 红柳柴 东西得自己带 进店之后挤水烧汤 洗面泡茶 然后取出带着的挂面葱 韭菜酱菜当做晚餐 我们三人围坐着炕上的小姐 饮茶闲谈 见珠丝烟台 从乌船下垂 迎风荡摇 如紫藤花 只要不落在我们的饭菜中 风趣也颇不悟 这个很有 当时的话叫很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刚才你念日记的时候 我就想到当年 我第一次见珠奇人 听他用隆重的温柱口音 讲了一个事 考古学要艰苦奋斗 大概主要是讲到这个话 就是要有先生精神 包括有土匪 夏先生不是当年还被抢过一次 是吧 被抢 被抢过嘛 他当时收藏了很多标本 那是在回来的时候 对 从高山回来 在广源 广源夜间不能行船 抢着抢着停船那个地方 晚上休息的时候 来好多土匪开枪了 最后把我们老师那个 相当打了几个枪眼 不听你的 全拉走了 他那想去把那相机要回来 不理 人家拉出来 全曝光了 全曝光了 可惜 所以西北后来的照片都没有了 就一下 那是很惨的一次 我命保回来了就不错了 我觉得夏先生后来 之所以在强调奋斗精神 强烈艰苦补素 跟他这个经历是相关的 有关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刚才你说的 哀人和艺人 对吧 你说你一个考古的 你是个哀人 你天天地门读书 但是你要是组织考古工作 调查发掘 你想想你得跟当地的老 当地的光源打交道啊 甚至跟当地土匪打交道啊 所以夏先生刚才你说是多面的 可能西北科学考察 这段经历 有可能使得夏先生 由艾人 也变成了艺人 西北科学考察 这次考古活动 其实还 就从学术上讲 是个成功的活动 因为夏先生把他的 所学 发掘方法 记录方法 照相方法 收集方法 研究方法等 成功地应用到中国了 而且产出了改定 养寿七家年代这样的 卓越的成果 所以夏先生 整个西北科学考察的工作 实际上 输货了学术 也输货了 他的组织管理 从这两大块 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塑造 见证了重要的基础 紧接着下来 我们要请大家来看 夏先生的另外的一个日记 1949年 7月份 夏先生收到了几封来信 高去寻君 托其带信来云 终日苦痛 已非苦闷 焦急如带绝之囚 两鬓断成斑白 皆台湾之行 所铸造成者也 中国考古之学 不觉如履 近日继续起衰者 则舍胸其谁 胸乃考古学之巨拨 亦应体会 孟子天将将大任 与私人也之巨 这是10月6号 他的日记里写说 得梁思勇来信 帝敦促胸北来之意 为今后中研学院等研究机关 合并改组为科学院之过程中 急需胸亲自在场 积极为将来之 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 此事关系 以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矩 愿胸于以深切之考虑 治判治判 可以感受到这个情真意切 跟我们来说说 这两封信的背景吧 夏老师 因为有两个所 前台湾 叫我父亲给押运文物 我父亲拒绝了不去 我想一个就是 觉得台湾也没有地方可挖 你搞什么考古 这是可挖有一个目的 第二个呢 当时我奶奶还在 我爷爷走的时候呢 我父亲在西北 连消息都不知道 他们那点人呢 很讲孝顺 当时父母在不远行嘛 这个北京啊 什么也来信了 说希望你到北京来 中国要考古学嘛 要发展 希望你能过来 梁思勇先生呢 是在祖国大陆 在北京 梁思勇呢 也是理智不好 在肺切了一半 单肺 所以一直在养病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考古基地 建立自己的考古学 必须对我这么一个人来领导 他们想着讲孝顺 还觉得还是 他还可以 夏先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 抉择 新中国建立之后 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 也就是大家现在熟悉的 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前身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刚建立的时候 新中国刚建立的 就是叫政务院 政务院任命通知书 资经政务院第三十三次 政务会议通过 任命 夏奈 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 特此通知 总理周恩来 1950年5月19日 这是一封沉甸甸的任命 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继续有请唐老师 为我们精彩讲述 唐老师 有请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中央政府是希望马上 把科学研究做起来 把文化事业办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肩负考古学重任的是梁思勇 和夏奈两位副所长 那么梁先生呢 身体不好 长一年都在病榻上 在病榻上坚持工作 那么整个考古学的发展的重任 其实是靠下奈起来 承担起来的 他当年在巨大的压力下 他肯定有很多的思考 反映在行动上 我们看得见的就是 第一个成立机构 第二个培养人才 但是比这两项可能 更加急迫的是 把田野考古做起来 获得材料 然后第三个是研究材料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建设考古学理论 那么这五大任务 压在夏奈良人街上 那么夏奈良人是一步一步 把它都展开了 1950年 考古研究所成立以后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考古研究所就组织了 一支考古队去河南 去河南的徽县 实施了徽县考古发掘 那是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的 第一次考古活动 夏奈良是花椒团的团长 当时的田野操作过程 其实是很有挑战现在 因为徽县是商代 和战国时候的一项 经常会出现一些 特殊的遗迹现象 比方说马车 当时第一辆马车的成功梯体 就是在河南徽县 就是夏奈良领导的徽县发掘 那么马车本来是一个 木结构的物品 对吧 它浮浪了以后 木头浪在土里头 那么要通过考古学者的 鲁签和小刷子 把它清理出来 这个要极好的眼力 同时还要特别好的 对车的结构的了解 那么夏先生 因为早年 1935年 在于是发掘过 接触过这些东西 他把当年在英雄发掘的经验 和他在国外学习的田野操作 实践结合起来 第一次清理出来 王整的马车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田野 技术上的突破 接下来就是三门侠的考古活动等等 包括后期的长沙的考古发掘 还有洛阳的考古发掘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的考古发掘 都是夏内先生亲自安排和指导 技术当然得到了提升 人才得到了训练 但是就这点人才还是不够 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 夏内先生又与北京大学合作 组织了一批全国文物干部培训班 我们考古界有个词 叫黄埔1727 这么来的 就建立了考古教育的体系 就是这个 另外的话 就是在考古学的科研上 夏内先生身体力行 从清理车马坑一手的田野操作 到文物的物品的研究 包括丝处的研究 金属的研究等等展开 包括探索色的引入 此外呢 还发展考古学理论 比方说提出 怎么样定义考古学文化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 就塑造了中国的考古学 好 这段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听说过一件事情 跟这个照片背后有关 你说这一届毕业的时候 然后就是师傅给徒弟 每人送了两件保兵器 对对对 是是是 如果打上去的枪 如果考古 我们叫鼠场 鼠场 有一个说法叫做鼠场试天书 没有鼠场 好多是搞不定的 那么毕业以后呢 每个学生得到两把场 一把是尖头场 一把是平头场 尖头场 这个我可以用来 比如说刮地层 可以用来这个条 用来拨等等 那么平头场呢 一般是干嘛用呢 比较好用来找墓 那么其实呢 除了这两件法宝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法宝 墓葬登记表 遗址登记表 还有小剑登记表 我毕业以后 我经常填这几个东西 就是发掘了遗址 我把我得把发掘的情况 做一些描述 什么位置 探方编号多少 地层情况如何 重要遗迹是什么 发现了什么 就是遗迹要写到里头 这叫探方记录 这些东西都是像来 他们这个培训棒里头 制造出来的 后来一直闯下去 所以刚才我们说 夏奈先生是中国 当代中国考古学 人才的主要培养者 他培养出来的 后代的考古人 今天听见也都是 灿若星辰 鼎鼎大名 五零级郑正正香先生 五一年的赵芝全 五二级的张忠培 严文明先生 一九五四级的 前前后后八十多个人 后来都成了大将了 实际上早期的培训班 那都是他教过的 后来的呢 不管是谁 他多少都受他的影响 他有一个最大的 他说对这个年轻人呢 他不分你是什么类型 也不管你是什么 你给他写信 请教有信必答 就是你比如你提个问题 发现个什么 人家老先生就跟你回答 而且查好多书 告诉你在哪儿去 有的就是一个 地方的爱好者 他也要详详细细地 跟人回答 这是给那个巨夫人 点抛那个大夫的 这个杰伯大夫不懂啊 古病理学嘛 我来给他写的这个 介绍他怎么去 入门这个病理学 查老子的资料 给他列了这么一个书单 或者书单给他寄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病理学大夫 尤其是古病理学 湖南医学院 当时还是教师的 彭隆祥先生 现在是非常有名的学者 非常有名 就因为当时搞这研究 后来才搞明白 戴侯夫人因为夏天 贪吃了这个甜瓜 最后引发急性肠胃炎 所以就这些人加到一起 都应该算学生 他就不知其数了 反正我觉得搞考古的人 多少都得受他的影响 那您的这个 后来参与学习考古学 是不是也是受到 先生的影响呢 反正你说 从小就就是潜移默化嘛 你看看书啊 他那书不就这个嘛 有时候跟他出去串门 老先生不都是搞考古的嘛 我是搞古环境的 搞第四季古环境 就是有人以来的 环境的变化 就我想研究环境 跟人什么关系 退休了吧 就把这个兴趣搞到 环境考古学这边来了 这一搞就搞了二十多年了 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有请 我比较好奇的是 在这段时间 夏奈先生在个人生活 在休闲的时候 有没有除了读书之外的 其他的一些爱好 谢谢 好 谢谢您 问得特别好 谢谢 这是小柳 对 这是您的专利 说句老实话 他除了看书 别太好 基本的 你看他在这户店去参观 晚上休息嘛 这个唱什么黄梅戏 那个唱金云大国 他什么也不会 他就跟他比较倾庭 最大的爱好 业余爱好 中午看电影 我特别喜欢您说的这一段 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得要有才艺呢 没有才艺也可以做一个著名的学者 所以其实夏先生在日常生活里 不是特别闷的人是吧 他有他的乐趣啊 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 这样一个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我听那个什么故事呢 夏先生去世以后 他有一个茶缸 里边是有茶垢 夏先生喝茶厉害对吧 肯定 那误传 那误传吗 那就不是他的茶缸 不喝茶 那是杯子干嘛的 那杯子是给那个盐墨的 盐墨的 倒水的 明白了明白了 他不是五个人误传的 他写信老师拿墨笔写吧 今天澄清了一个误传 中国考古学界误传了40年的谜团 今天终于解开了 夏先生呢 既为我们留下了中国考古学严谨认真 这样一种学养的传统 他也培养了人才 建立了队伍 那更重要的就是 他的很多工作 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大厦框架的构建 起到了最基础性的作用 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 某一处遗址叫什么名字 某一种文化如何定名 这都是夏先生为我们开创 我们考古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考古学文化 那考古学文化不是随便定义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研究的对象 是某个国家的 比方说楚国的 对吧 或者是某个朝代的 唐朝的 汉朝的 那么我们不需要 当独去命个名 但是呢 假定我们研究的对象 是王朝建立之前 我们不知道哪个朝代 然后只知道年代 我们总得有个概念 表述这些文物的范围吧 于是就诞生了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 夏奈先生呢 通过他自己的思考 通过他的学习 他给考古学文化定义 首先考古学文化是延续了一定时间 覆盖了一定地域 并且它的物质产品具有相同或者高度相近的特征 才能定义一个考古学文化 你比方说养少文化 比方说龙上文化 所以这一件事是夏奈先生对中国考古学 做出一个重大的贡献 如果没有考古学文化 我们无从构建史前的文化框架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夏奈先生有直接命名的吗 就是在他们这一代人的研究当中 有啊 梁筑文化 梁筑文化 对啊 现在梁筑一直是世界文化一场 我们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也要来说一说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一件很很重要的大事情 因为夏先生当年是主持了定龄的发掘 我们今天来到北京旅游 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就是要到这个地方去打卡 它有几件非常重要的出土 其中包括这个九龙九凤棺 也是第一批我们国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 但是他对于今天来讲 所谓挖黄陵这件事情是持否定态度的 您来跟我们说说 我们那个老先生呢 他聚集做考古工作的 他知道这个事很难 对吧 尤其是我们当时的发掘技术 包括尤其是那个出了东西以后的保管 在挖地铃以前呢 实际上他们开始就探讨文物保护的问题 但是呢 这怎么说 地铃的发掘是科学的 从找木门 木道开始 因为刚开始挖我去了 因为带着我去看的 在木门跟我讲怎么发现的 开始墙 最外面的 木道的那个门 对 最墙上有那个塌的地方 就发现这地方有问题 中卫刚好下面是木道 这么慢慢下去的 所以发掘绝对是科学的 一步一步来 这个 而且呢 父亲那时候呢 还查了好多明代的 就关于这个葬礼啊 各种葬礼怎么要安排 查了好多书 你知道人怎么放的啊 给他提供了一个保险 当时吧 他胃病 胃不好 大一步都玩 趴在那儿取的 这个好像是在地后棺果里边取东西吧 对 这是 在地宫里头 前面就是棺果 棺材里头 出来以后 他就让你赶紧出 考古报告 而且夏前人对文物保护法 也做过具体的工作 对对对 这个咱必须说到了 因为文物保护法呢 这些年修订的很多 但是文物保护法的基础 是夏前人那回奠定的 你比方说原则上不挖地环林 刚才说到了嘛 你一直一定要经过考古发掘 这些都是重要的规则 所以后来才有我们的 考古发掘领对资格证 对 考古发掘证兆 你不能随便挖啊 每一项发掘 必须由国家文物局 帮布当年的考古发掘证兆 对 我们来看一段 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 夏代先生在考古发掘的现场 来 著名的考古专家夏乃先生 亲临现场视察 对于西汉南越王牧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可以去看一段 我也是一段 我考古发掘的 我当然想给你 我也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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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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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靠这个是掩饰商城银 对对对 掩饰商城银 文物保护是实际上是晚年 它的很大的精力 都在搞这个文物保护 包括文物活法的设立 讨论 当时最后为文物保护做工作的 是为了保商城 就是洛阳那个电站 洛阳电站不是 首阳商 首阳商电站 首阳商电站 它要破坏 基本上破坏了这个商城 这次去可能也是为这事去的 我们来看这篇日记 只有一句话说 上午平井清足来所演讲 谈日本的考古学 由王仲书同志主持 听众曰 就到此戛然而止了 就是这一天下午五点多 夏天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脑溢穴的病情 就永远离开我们 76岁 今天节目的最后 您最想对它说的是什么呢 中国的考古学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看到就是考古所的那么多的新科技 然后新技术 还有我们那个考古所的队伍的建设 各方面 我们的考古学确实是已经 进入了考古强国的这么一个行列 所以我们就告慰老先生 不记得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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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建设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起立 向夏先生 宋少王深深的敬意 年轻人们 每天白天发现 我能做个记录 还有晚上要检查 要检查 你检查不合格 你要重写 所以手把这手交出来 他在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上 是地位是最高的 也是到现在为止 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的 这个一个灵魂式的这样的 未经许可还有一台 用组性的当中 这个审树的年轻人 是最后的 男人子浅